今天来做个符合秋天主题的甜品杯吧 下面是桂花柿子流星气风 顶上配了糖渍翠柿 焦糖布丁烧 两者完全可以单独拆分 所以今天的视频有点长 我们一起往下看吧 先来做串联整个甜品杯的核心 桂花柿子酱 选熟透的柿子才不会有色味 柿子里的小舌头对我来说是最期待的部分 所以只要用叉子捣碎就可以了 保留它的口感 如果你想要更细腻 可以用料理机打碎 小火加热蒸发多余的水分 柿子已经很甜了 完全不需要额外再加糖 煮到粘稠 撒一把干桂花增香 再几点柠檬汁增加口味层次 密封保存 平常拿来抹面包也超级棒 接着来做焦糖布丁烧 焦糖布丁烧从上往下拆解 其实就是焦糖浆 烤布雷和戚风蛋糕 糖加水小火慢煮 不需要搅拌 出现焦糖色之后关火 再迅速加入热水 这个动作必须快很准 切记切记要用热水 不然容易溅出来 等放凉就可以用啦 烤布雷更简单了 按我的配方来 兼顾奶香的口感和造型能力 脱模出来不会吸碎 大大降低翻车的概率 牛奶奶油加糖 加热到锅边微微冒泡 倒回蛋液里搅拌均匀 过筛三次以上 是这个布丁口感绵密丝滑的关键 布丁模具擦一点黄油 脱模就会更容易 先倒冷却好的糖浆 再倒布丁液 慢慢来 两层稍微有一点点融合也别慌 不会太影响成品的效果的 气氛满就可以了 最后就是桂花气氛 分离两个鸡蛋 嗯 它破碎了 好消息是 我晚上可以拥有一碗 两只全蛋加一只蛋清的豪华炒蛋了呢 这个蛋糕的做法和之前出的桂花粒子蛋糕是一样的 具体步骤可以参考那个视频 反正气风这个东西 只要它气不疯你 坐着坐着就很简单了 装进布丁模具的蛋糕糊要用裱花袋 大胆往里面挤 蛋糕糊比较轻会自己浮起来 放入烤盘加热水 一个止节的深度 火底的模具记得要包锡纸啊 放进提前预热好的烤箱里 130度一个小时 切一片脆柿子 把它放在之前做好的焦糖浆里小煮一下 放凉备用 再来打发一些奶油 终于终于最后组装了 把所有的东西合在一起 秋天出去散步太舒服了 空气中有桂花的甜香 枝头上坠着火红的柿子 阳光干燥而柔和 就像今天做的这个甜品杯 焦糖布丁浓厚坦润 桂花气风清香绵软 柿子甜的四溢 奶油温柔的包裹 来 装嘴 吃一口高兴做的秋天吧 想吃的记得给我一键三连啊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